藕与纯菜,夜圣桃,同朋友喝酒,嚼着薄片的雪藕,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。 若在故乡,每当新秋的早晨,门前经过许多乡人,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凸起,躯干高大且挺直,使人起健康的感觉。 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巾,虽然赤脚,却穿短短的下布裙,躯干固然不及男的那样高,但是别有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质。 她们各挑着一副担子,盛着鲜嫩的玉色的长洁的藕,在产藕的池塘里,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,她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浊。 所以这样洁白,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品味的真品,这是清晨的画镜里的重要题材,倘若涂满污泥,就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。 这是一件罪过的事,她们不愿意担在身上,故而先把他们洗浊的这样洁白,才挑进城里来。 她们要稍稍休息的时候,就把竹扁丹横在地上,自己坐在上面,随便捡担蛋里过嫩的藕腔或是较老的藕谱,大口地嚼着解渴。 过路的人就站住了,红衣衫的小姑娘捡一截,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只,清淡的甘美的滋味,于是普遍于家家户户了。 这样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课,直到夜落秋深的时候。 在这里,上海,藕这东西几乎是真品了,大概也是从我们故乡运来的,但是数量不多。 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妇巨骨的帮贤茶房们,把大部分抢去了,其余的就要供在较大的水果铺里,位置在金山苹果屡送香芒之间,专带善嫁而沽。 至于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,也并不是没有,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和腿,就是色得像未熟的柿子,实在无从新鲜。 因此,除了仅有的一回,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。 这仅有的一回,不是买来吃的,是灵舍送给我们吃,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,是从故乡来的,亲戚带来的。 这偶离开他的家乡,大约有好些时候了,所以不复成玉样的颜色,却满披着许多绣斑。 削去皮的时候,刀锋过处,很不爽利,切成片送进嘴里嚼着,有些干味儿,但是没有那种鲜嫩的感觉,而且似乎含了满口的渣。 第二片就不想吃了,只有孩子很高兴,他把这许多片嚼完,居然有半点钟功夫,不再做别的要求。 想起了藕,就联想到纯菜,在故乡的春天,几乎天天吃纯菜,纯菜本身没有味道,味道全在于好的汤,但是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, 无味之味,真足令人心醉。 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,十步头总歇着一两条没棚的船,满仓盛着纯菜,是从太湖里捞来的,取得这样方便,当然能日餐一晚了。 而在这里,上海又不染,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,我们当然不上馆子,偶然有一两回去叨扰朋友的酒席,恰又不是纯菜上市的时候,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。 直到最近,博翔的杭州亲戚来了,送他瓶装的西湖纯菜,他送给我一瓶,我才算也尝了心。 向来不练故乡的我,想到这里,觉得故乡可爱极了。 我自己也不明白,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? 再一思索,实在很浅显,因为在故乡有所恋,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,就迎戏着不能割舍了。 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,知心的朋友在那里,怎得不恋恋,怎得不怀念,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吗? 不是的,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,把我们迁细着罢了,若无所迁细,更何所恋恋? 像我现在,偶然被藕和纯菜所迁细,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。 锁链在哪里,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。 选自叶盛陶散文甲集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3年版。